由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主办的2015产业发展趋势研讨会17日在台北举行 大陆正在积极推进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引起广泛关注 与会专家纷纷建言献策,帮助台湾企业抓住随之而来的巨大商机 那我想对于台湾的企业来讲,它应该更专注也就是说 它怎么样去在一个中央的政策框架下,它去满足地方 在这样不同地方的发展下,它所呈现的一些不同的需求 随着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,事实上它对于所谓的现代的服务业这件事 它的需求是非常大,而且这一块其实它是大量的释放给外资去进入 与会者表示,大陆持续倡导的城镇化发展,是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成长的关键动力 城市和农村的城镇化需求将会带动多项产业兴起